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2月24号 那么现在是凌晨,晚上才是平安夜 那么有点睡不着,我就录个视频聊一聊 那最近呢,我发现就是在许多平台上呢 推送比较多的就是关于这个王局治安 王治安,就是这个YouTube的一个大V吧 那这个王治安呢,其实在中国国内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自媒体大V,对吧 那好几年以前了吧,那个时候 虽然他的这个,他自己就是说他这个简历呢 是这个央视的著名的记者,调查记者 但是呢,其实我们,就我自己吧 就有印象呢,还是从他从事自媒体开始 那么他做的几个节目啊 主要是采访了几个比较著名的 有争议的社会事件 然后就开始出名了 比如像这个周立波和唐爽啊 这个事件 还有就是徐晓东和这个雷雷啊 还有就是这个马宝国和 啊,反正是马宝国吧 那就,我的印象里面就是三个啊 就比较,比较知名 那后来呢,就不知道怎么他去了这个日本了 然后,这两年吧 他在这个油管上呢 发展的确实也不错的 所以最近是非常的,就是推送的非常多的一个中文媒体博主 那么今天呢,就以我的一些个人的角度呢 就是聊聊这个王志安 那首先呢,就是从这个观众的角度吧 对吧,就是说我看他的节目啊 还有就是,看了他节目以后 就是大家的一些评价吧 那么从,他制作的这个节目的本身 对吧,我们先从这个技术上来讲 你说这个,他的发言啊 他的这个画面啊,镜头啊 对吧,包括他准备的一些材料啊 这些,就是说做视频的这个技术方面呢 那肯定呢,还是在自媒体行业呢 是比较专业的,对吧 那有些人呢,可能不服啊 他说,这个你自己就读一读啊 你找了一个团队 我觉得呢,这个说法呢 就不是很恰当啊 因为你说马斯克他造车 他开了一个公司 他也是招了一堆人才,对吧 或者说他,苹果这个乔布斯 他开一个苹果公司 他也不可能完全活都自己干嘛 对吧,肯定是要就是雇佣团队的 那么能够啊,雇佣好一个团队 最终呈现出作品来 那我觉得呢,这个就是他的能力 对吧,所以说 从技术角度上来讲 他的视频呢,这个肯定是 在自媒体当中呢 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竞争力的 对吧,当然就是 是不是像他自己说的啊 就是说,中文媒体Chuan 他是第一名的啊 其他的跟他完全没法比 那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那么从商业角度上来讲呢 他从在油管上做这个自媒体 做了,我印象当中没有做多久 没有做多久 那么也就是从零开始吧 做到目前百万粉丝的级别 观看量什么 应该都是非常惊人的 对吧,从商业收录的角度上来讲 应该来说也是比较惊人的 那所以说呢 应该来说呢 在商业这一块呢 也是挺成功的 对吧,这个我觉得是 反正我是这么看的 那接下来呢 就是讲这个 他的这个内容啊 就是做出来 大家对他内容的这个评价 对吧 我个人发现呢 就是他做的 不管是之前 在国内做的这些 我前面说到的这些社会性的 这些争议话题 还有就是到现在吧 最近这段时间 他做的一些 采访了一个 一个教授吧 然后 那个人出来说 要更正一下 就是他有的 内容剪辑的 跟这人表达的意思 不符合 还有就是 一个叫虞超的 虞超先生 对吧 他也说 他说这个 王志安 做的这个视频 其实 就说的这个内容 跟他的 真实的情况呢 其实是 不一致的 那么他自己也录视频 要来 要来就是 更正一下 那再加上 就之前呢 他做的这个 比如说 你说像周立波 跟这个唐爽的事件 还有就是 马宝国跟这个 一个三大选手吧 再加上这个 虚耀东 和这个雷雷 虚耀东和雷雷 这个我没有太大印象 好像有什么问题 反正周立波 跟这个唐爽这个事件 其实 感觉就是 大家 就双方啊 对他采访的 就是最后的这种 呈现出来的节目呢 还是 有比较大的争议的 那么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他 呃 做的这些 呃 采访类的 社会事件的节目呢 呃 他做完以后呢 就是 呃 不管他采访的是哪一方 啊 大家都要站出来呢 就是对他这个采访的 呃 精确性 或者说就是 就简单说 就是不是特别满意 对吧 呃 这个 呃 不知道是为什么 呃 不知道是为什么 呃 我也分析不出来 呃 我就 就是反正我们看到的结果是这样 对吧 呃 所以呢 这个方面呢 我觉得 呃 呃 就是许多他 现在啊 他在做的一些社会性的节目呢 呃 可能就是说 呃 我也会去看一看 呃 但是 呃 对这个 节目啊 就是 是否会把它 认真的 呃 去就是 理解 还是就是只是看了一下当一个娱乐节目一样看 对吧 呃 我觉得 可能就是还是当一个娱乐节目看 这样的呃 想法呢 多一点 呃 因为就主要是 呃 他的这些 前面的这些问题啊 就是 存在着 那么 他 就为什么 就是说 会 呃 让 大家对他就是 呃 有一种 呃 争议很大 群起而公之的这种感觉呢 对吧 呃 一方面呢 确实他说的一些话 对吧 比如说 呃 我这个呃 自媒体是呃 就是 呃 海外第一的 呃 就其他的呢 都是 呃 没有我强 呃 那我觉得这个呢 是呃 可能是大家比较 呃 不认同的 对吧 那至于他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觉得他一个 呃 呃 就一个五六十岁的人吧 你说 呃 为什么啊 还要就是这样去 讲 呃 我个人觉得 呃 他可能就是 还是 呃 他已经去了 日本嘛 可能也是 就一门心思的 想把他的这个 呃 自媒体呢 给 做好 啊 所以呢 就是这个应该是他 最大的 他现在的这个情况 最大的一种 啊 驱动的 事业 啊 就比如说 呃 俄乌战争啊 他就自己跑到这个乌克兰啊 去 啊 采访 啊 这些呢 其实 啊 你说像一般 大家做自媒体的人啊 最多也就在家里面 坐在那儿讲讲聊聊 对吧 啊 不太会就是说 呃 如此的就是 大动干戈 心思动众的啊 因为这个意味着成本跟精力啊 还有呢 就是 有任何的一些 啊 社会事件呀 或者说一些热点的话题啊 啊 他都是 呃 就 反映的是比较快的啊 而且他不光是就是说 立刻会去做这方面的事情 他人也会动啊 比如说他 跑来跑去 一会儿到这一会儿到那 对吧 这个我觉得都是 啊 我觉得他就作为一个五六十岁的人吧 还超越了 啊 像我们这些三四十岁的人啊 呃 所以呢 就是 我觉得他 现在所有的一切的目的呢 就是 呃 要 提高他的 这个 这个 频道啊 他的这个 盈利的能力 因此呢 呃 可能在他的认知里面啊 他觉得就是说 呃 有争议或者说 呃 有一些 与众不同 对吧 啊 才会能够吸引更多的这种目光啊 才能更快的就是把 他的这个 自媒体的事业给做得更好 啊 啊 这个是我 我个人的理解啊 啊 因为 呃 因为他一开始啊 从他的做自媒体的这个轨迹嘛 他就是选择这些非常有争议的 非常热门的这些事件 对吧 所以总体来讲呢 就是 应该来说 他还是会 呃 喜欢这种比较 见走偏锋啊 或者说比较 呃 有争议的这种 方式 呃 去做这个 呃 他的品牌的积累 那不像就是说 呃 你说像我们这种啊 啊 比如说 呃 我们这种就就完全是 呃 就喜欢就讲讲啊 不喜欢就不讲 对吧 呃 其实就是 呃 我也知道啊 比如说你要把一个自媒体做好 那么你必须要去找到你的目标的受众 啊 就是你要讲 啊 呃 一些大家 喜欢的 大家爱听的方向的这种内容 那那你的这个内容做的这个辐射度越高呢 那么你的这个自媒体就会做的越好 呃 如果就是说 你只限制于你讲你自己想讲的一些东西 或者说你你认知的一些东西 那么呢 就是你的这个呃 只能辐射到就是跟你想的差不多的啊 这些人啊 说来也奇怪 我的这个频道 呃 就是年龄都是40岁以上到60岁的 60多岁的啊 这个我也没想到啊 然后40岁都是比较少 都是五六十岁的人比较多一点 啊 所以呢 就像我们这种业余的呢 我们就不太会去 呃 花这么多的精力啊 再去就是说 呃 去做啊 呃 那 其他的这些呃 一些自媒体啊 同样作为同行啊 那么许多自媒体的博主 呃 对他的这个意见呢 呃 呃 我觉得吧 就是 对啊 然后他又是一门心思的啊 就花出 确实花出比别人要更多的精力嘛 对吧 那其他人呢 可能就觉得 嗯 因为在他们的这个领域里面吧 比如说聊聊政治啊 聊聊这个啊 社会性的事件 那这个群体 其实一共也只有受众啊 就只有这一些 并且呢 呃 其实这个呃 COVID-19后面呢 呃 就是这个疫情慢慢结束了呢 呃 看这方面的内容的人 其实 还是 逐渐的在 减少啊 因为如果说 呃 那些说一些政治性话题的 啊 说白了就是 呃 大家听你天天这么说 对吧 啊 说了好久 啊 就是 总是也就听 听来听去就是这么一回事 对不对啊 所以我觉得许多人他也就 不太会愿意听 啊 那么在做 这些 政治性的话题当中呢 啊 他其实也是分两类人 一类人呢 就是 呃 他是 是从不同角度啊 去看 一些问题 对吧 呃 比如说 你说 呃 中国啊 你说有些人他的工资啊 他是比较低的 呃 那么 他可以说 我就看 我 我就 我这个角度 只看这些工资低的人 啊 我不看这些工资高的人 对吧 啊 这个是选择一些角度 但也有一些呢 他就是说 呃 他 就不是从角度了 他就直接用自己的 他就用自己的这种 呃 思路呢 完全就覆盖上去 对吧 啊 他比如说 呃 中国人 呃 工资 呃 只有五块钱 啊 对吧 那如果说 呃 你说 从啊 只是一个角度的 来看问题呢 那我觉得这些媒体呢 有的人还会再看一看 啊 就比如说我自己 那有可能就是说 我会去稍微看一看 呃 我觉得你 呃 跟我看到的不一样的 对吧 或者说 我说你这个角度 我看了太多了 我觉得就 就 也就这么一回事 我就不看了 那完全 比如说 那种说 工资只有五块钱的 那那种就完全 呃 就等于瞎扯嘛 是吧 瞎扯的话 呃 那这些人 他的这个 呃 就是 频道的 呃 就变得不太好 这个速度是 非常快的 啊 是非常快的 那尤其呢 是像 呃 像王志安这样的频道呢 他出现了 或者说呢 这几年出现了好几个啊 啊 那其实呢 他 呃 把这个市场啊 就逐渐的越做越少了 那么这些客户啊 就是看着这个受众呢 啊 他可能更多的人 就是看王志安这种频道 啊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王志安他这个频道呢 就是说 呃 他讲这个社会性的事件 对吧 啊 尽管大家都有争议啊 就是他讲的不一定正确啊 但是呢 呃 他的这个 呃 论述的能力 还有就是他准备的这个资料啊 还有就是说 他的这个 主要的他还是从一个角度的方向去讲啊 他不是说就是纯粹的是胡扯 那么对于就是说大部分啊 如果说呃 从啊中国国内啊 就是出来国外没有多少年的受众 那我觉得呢 那我觉得呢 大家看呢 还是会觉得啊 会去看他的 那 其他那些博主呢 有的我觉得呢 也并不是他专业能力的问题 或许他真的是一直在国外 很多很多年了 他对中国完全就不了解 然后呢 他的呃 讲的内容呢 许多是呃 比如说国内的人给他的 或者他自己呃 不知道哪里来了 对吧 所以呢 就是呃 他可能觉得这个是是是是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那么这样呢 就是说他的这个 观众啊 就迅速的被呃 呃 分流了啊 这个是一部分 那我觉得就观众少了嘛 对吧 就等于呃 呃 利润变少了 那你说像我们这种业余的 呃 我们是无所谓的 说白了啊 就是哪怕一毛钱也没有 我也无所谓 我觉得我讲这个东西 呃 就是我自己的兴趣啊 我有正当的 比如说工作 那我闲下来 我就聊一聊啊 如果我觉得呃 有收益更好 对吧 就是说是我对我自己的一种肯定 但是呢 呃 最主要呢 它肯定是呃 先呃 是要让我自己觉得爽 我觉得高兴 对吧 呃 如果说呃 我是去 自己都不高兴 呃 那这个钱我就更不想赚了 就一点意义都没有 呃 呃 但是呃 你像呃 许多原来他可能 已经呃 赚了不少收益的人 呃 他他本来是个老博主了 呃 他本来收益挺好的 然后突然一下子碰到这种情况 呃 然后呢 呃 如果王志安啊 他还就是 在网上这样的这种 呃 你说是 激怒 呃 嘻笑怒骂也好 对吧 呃 你说是这个 挖苦也好 反正他说了一些这样的话 啊 那大家就非常讨厌 对不对 是不是 我这个这个心情 其实我是能够理解的啊 啊 那至于说呃 他说的一些 政治性的一些节目呢 啊 说实在的 我是 真的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是挺离谱的 哎 为什么呢 因为政治的很多的东西呢 说实在的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 不太能够知道啊 啊 就是那些讲的人 大部分的人 其实也都是 我觉得是一种自己的 就是啊 揣测啊 并不是一个事实 然后呢 呃 你看 比如说啊 他讲了这个 呃 他讲了这个组织的事情 立刻那个 那个鱼超啊什么 他就马上跳出来 录视频就说 啊 你讲的这个是不对 不是这样的 对吧 那所以说 你说一个 嗯 更何况就是一个 更大的一个组织 对吧 一个上升到政治 上升到这种 那么悠久的历史的 这些事情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 这种啊 他的这个 呃 可信的程度呢 就是 更低的啊 当然我也觉得就是 大家做自媒体的人啊 就为什么不能够 啊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和和气气的 是吧 就是 不支持也没关系啊 就就没有必要去 啊 争吵 对吧 当然或许啊 这个是 我们这种啊 层次还比较低啊 看不明白啊 或许这个就是 大家的 他们的一种啊 就是互相的一种 商业上的一种方式 对吧 好吧 那这个就是我关于啊 就是我对 呃 王志安啊 和他的这个频道的 一些 看法 好 谢谢 啊 祝大家那个 啊 平安夜 生诞快乐啊 那如果晚上 我还在录一个节目的话 我会再说一遍 谢谢